好 週末 帶你關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將在今天六月四號展開 圍期五天四夜的訪日行程 而今天他在桃園機場登機的時候 也順便帶上了夫人陳佩琪一起 這一次將會愛相隨 一起陪同他訪日 不過被問到近期 國內藍綠兩大黨都分別陷入性騷疑雲 柯文哲的最新說法馬上帶你來聽 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 所以其實比較理想應該是 像衛福部你知道 把這些案例收集出來 然後去思考說 在制度面上怎麼去減少 第一個是預防發生 第二個是萬一發生了 怎麼去快速的處理 這比較重要 我覺得我們台灣常常是這樣 每次出現案子 最多就找一個女巫來燒死 然後什麼事都沒做 下次又重來 所以系統性的改進 這是我們比較欠缺的文化 好可以聽到面對性騷爭議 柯文哲依舊是堅持說 要相信制度 而不是相信人 不過這一回 柯文哲要進行五天四夜的訪日行 也被問到說 有沒有什麼樣的目標 希望見到什麼樣的層級 柯文哲也提到說 這次去日本 將會拜訪相關的政要 以及會跟地方僑借人士來見面 希望可以跟日本來介紹 臺灣的第三大檔 以上就是這樣 終於狀況